大家好,我是泰克小刚 我想这边应该有不少人看过这只体毛过剩的羊的新闻 不意外的话,它大概是近几年来最出名的羊 但是知道接下来几个关于这头羊故事的人可能不多 因为其实这头羊并不是普通的羊,它相当的特别 据说这种特殊的羊之所以有夸张多的毛 竟然是为了要抵御野狼的攻击所进化出来的特征 这是真的吗?竟然有能防御狼咬的羊毛 而且为了照顾这种特殊的羊,还出现了一种极为罕见 甚至被称为传说中的职业,抚养人 你听过这样的职业吗? 这一切有趣的传闻都出自这种能生出特殊羊毛的羊身上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这神秘羊毛的故事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放大镜 尽量跟大家介绍能抵御狼咬的神智羊毛传说 一命开始前,一样要介绍过去一部好评如潮的会员影片啦 这部被黄标的会员影片是讲述现代人文之色变的老鼠料理 没错,虽然在现代绝大多数人是不吃老鼠的 但是其实在过去,老鼠曾经是相当高档的食材 甚至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 他们还使用特殊的容器让老鼠居住 据说能让老鼠变得更加美味 同时他们还会使用特殊的料理手法 把老鼠变成贵族们无法抵抗的美食 而在现代啊,虽然多数人不吃老鼠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对鼠肉欲罢不能 甚至还开发出许多难以想象的吃法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老鼠甜甜圈 以及这个吓人的老鼠饭团 想要知道这些料理是如何制作的吗? 快点点选右上角的会员影片吧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故事属于一只不想要回家的羊 时间与地点为2004年4月 一个位于纽西兰南岛的小镇塔拉斯 那是一个幅圆辽阔风光明媚的小镇 在当地啊,许多人都以放牧为生 一天一个牧羊人一如往常的到山区放牧 然而这一天他的羊群里有几只羊走远了 所以他就跑到平时不会到的岩石区寻找他的羊 花了大概15分钟 一无所获的他正打算离开时 突然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在他眼前 由于在当地并没有大型生物 所以这个生物的出现令这个牧羊人吓了一跳 定眼一看 这个生物让牧羊人头上出现了好多个问号 因为那并不是他寻找的羊 而是一只比一般绵羊大上好几倍的绵羊 他身上的羊毛已经多到看不清这只绵羊的脸 整个身形就像一个巨大的毛球 这颗毛球生物就那样站在山洞旁 俯视着满头问号的牧羊人 回过程的牧羊人知道他必须将这头羊带回小镇 因为这将会是一个大新闻 但是由于这只绵羊身影实在太过巨大了 凭他的力量无法带走 所以他马上联络镇上的壮汉来到岩石区 将这只庞兰大羊外带并用车子载回小镇 回到镇上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许多的农场主人都来一探究竟这只绵羊的真面目 由于他身形庞大 众人还给他取了个名字 史维克 在这些农场主人当中 Bandigo Station农场的主人 John Perian一眼就认出了这只羊 因为史维克正是六年前 从他农场逃跑的一只羊 他回想当时 这只羊很有可能 是为了躲避农场一年一度的 剪羊毛活动才离家出走的 听到这 你可不要觉得不可能 虽然你在影片中看到被剃毛的羊 往往都是乖乖的让别人剃毛 但是那些几乎都是已经有 相当多剃毛经验的羊 根据许多专业人员的分享 初次剃毛的羊 有时候会特别紧张 甚至会有反抗的举动 更何况 人类剃羊毛不像剪人类头发一样这么温柔 有时候是相当粗暴的 造成绵羊受伤的情况也不少见 因此拥有高智商的绵羊 因为惧怕剃羊毛而落跑 是绝对有可能的 不过 由于这只史维克一跑就是六年 主人老早就认为他已经死了 遗忘他许久 没想到 他是跑到山上的岩洞中躲起来 一直活到了现在 这当中他都没有被人发现过 身上的羊毛也没有停止生长 才会长成这巨大毛球的模样 想当然 长得如此特殊的绵羊 很快就吸引到了媒体报道 让他成为世界有名的绵羊 不久后 他也在纽西兰剪毛冠军 亲自操刀全国电视直播的情况下 减去他那一身重达27公斤 足足能制作20套羊毛西装的羊毛 这个事迹也让史维克变成整个国家的明星 不只拥有自己的羊圈 还配有私人的医生 出场费据说还不低于1.6万美元 真的是明星等级 从他下山出动后 一生几乎都是在闪灯光下度过的 最终他因为罹患老年疾病 于2011年执行安乐死的去世 享年16岁 换算约是人类90几岁的高龄 以上大概就是多数人所知 关于史维克的故事 不过接下来才是今天的重头戏 因为网路上对史维克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由于很多人对史维克毛发过剩的情形 感到很有兴趣 因此有人对此做出了解释表示 史维克是一种相当特别的羊 它们的毛是不会停止生长的 而且生出来的毛极细且坚韧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 是此种羊为了抵御狼的攻击 所进化出来的毛发特性 在野外时 它们会长出又茂密又蓬松的羊毛 即使狼试图吞食它们 牙齿也无法穿透那厚重的羊毛 甚至还有人提起 你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这只 同样在野外待了许久的羊 它也出现了跟史维克一样的情形 用那厚重无比的羊毛抵御狼的攻击 庞大的身躯 连袋鼠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 是相当了不起的环境适应与进化能力 看到这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这个羊真的是独特的品种吗 它的羊毛真的会无止境的生长吗 它真的能抵御狼的攻击吗 这一切的答案 可以从羊的寻化过程找到解答 一般的嫁羊 可以分成山羊和绵羊两种 而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绵羊 其实是从Ophys orientalis 亚洲盘羊 这个看起来完全不像绵羊的家伙 在距今约10500年前的土耳其寻化而成的 当初的人类 之所以会想要把野生的羊当成家畜四羊 主要是为了它们身上的肉以及奶制品 这能一定程度的减少它们出去打猎的次数 羊毛反而不是它们起初最主要的需求 直到公元4000年的青铜器时代 人类才渐渐发现羊毛的重要性 而在野生羊 循化成现代绵羊的过程中 你应该可以发现它们的外形 出现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羊角 的确对野生的循洋来说 羊角是相当重要的 不只是吸引异性的重要部位 也是它们在同性竞争中的重要武器 然而当它们变成家畜的时候 就不是如此 曾经人类对羊角这个部位是相当喜爱的 有些民族甚至把羊角当成图腾 所以当人类开始饲养加羊后 不同地区的人也会根据自己的审美 选育出带有不同形状羊角的绵羊或山羊品种 但是对现代人来说 饲养的方便性与效率才是最重要的 过大的羊角不仅仅是消耗了羊的营养 又容易引起群体间的打斗有安全上的疑虑 相当的不方便 因此它们便把没有羊角的突变绵羊和一般的绵羊进行杂交 在经过长时间的悬育后才会让现代的绵羊几乎都是没有羊角的品种 当然这只是外形上的改变 人类最需要的肉与毛更为重要 悬育的方向除了让家养羊越来越会生肉之外 羊毛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你仔细观察野生的羊就会发现 它们身上有两层毛 外面的那一层粗毛比较粗糙有防水的效果 里面的那一层绒毛比较细致、蓬松、柔软、具有保暖的效果 不过由于绒毛是在冬天保暖用的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 野生的羊就会自动掉毛让绒毛脱落 下末才会再重新长出来 然而这种特性的羊毛并不能满足人类 我们要的是无限生长 取之不尽、用之不解的毛 所以我们的祖先就对家养羊进行了长期的选育 形成的绵羊不再有两层毛 只有一层毛 粗细介于两者之间 而且毛也不会在春天脱落 而是会无限生长 活得越久、长得越长 这样选育出来的绵羊 也让羊毛的产量大大的提高 所以前面提到史瑞克 是一只毛会无限生长的绵羊 这绝对是正确的 因为是我们人类让它变成这样的 而前面提到史瑞克是一种品种相当独特的羊 这也是真的 它属于一个相当独特 且几乎是最珍贵的绵羊品种 Merino 美丽诺绵羊 之所以珍贵 原因也出在它的毛身上 基本上羊毛的价值 很大程度的体现在它的粗细上 越细的羊毛 可以编织出质量越好的布料 因此也越珍贵 一般的羊毛直径大约在30维米左右 细毛羊的羊毛能到25维米以下 由于影响羊毛性质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羊的品种与生活环境 所以人们也不断的育种 希望能创造出拥有更细羊毛的品种 而美丽诺绵羊这个品种就是由此而来 不过它并不是来自纽西兰 而是西班牙的卡斯提尔地区 在16-17世纪西班牙人在当地透过育种 创造出了Merino这种绵羊 这种绵羊不仅身上的皮肤有皱褶 能产出更大量的羊毛 羊毛的直径竟然能够来到20维米 是当时最细也最珍贵的羊毛 顿时让美丽诺绵羊成为西班牙政府最值钱的摇钱树 为了保住这棵树 西班牙政府直接祭出终极手段 严禁出口美丽诺绵羊 围着直接死刑伺候 就这样 美丽诺绵羊在西班牙政府倾尽全力的维护之下 在西班牙境内生活了超过一个世纪 直到18世纪才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其中就包括了澳洲和纽西兰 澳洲人在获得美丽诺绵羊后 也是不断的配种改良 花了约100年的时间 获得了羊毛密度更高 细度更均匀的澳洲美丽诺绵羊品种 一时之间称霸了羊毛的市场 然而当纽西兰从澳洲引进美丽诺绵羊后 羊毛的竞争排名竟然又出现了变化 还记得前面有提到 影响羊毛性质的几个重要因素 除了品种之外 还有生活环境对吧 原来纽西兰的南岛 比起澳洲既没有酷暑又没有寒冬 空气清新温度失踪 环境极其适合美丽诺绵羊生存 在那要环境中生活的美丽诺绵羊 产出来的羊毛竟然是洁白无瑕的白色 不止如此 羊毛的细度也再度出现了突破 最细的Ultra Fine Merino羊毛 直径甚至来到了15微米以下 就这样 直到现在啊 你有西兰的美丽诺绵羊所产出的羊毛 依然是世界上品质最高 也最珍贵的绵羊毛 现在你就知道史莱姆身上的羊毛啊 确实不简单 正如网路上所说 它们身上的羊毛不仅能无限生长 还是世界上最细致的绵羊毛 不过拥有这样的羊毛 是美丽诺绵羊为了抵抗野狼 所进化出来的吗? 我想听完前面美丽诺绵羊的由来 很多人心中应该已经有答案了 因为美丽诺绵羊身上那又多又细的羊毛 是人类透过不断的选育 以及在极为优良环境生活下的产物 并不是它们自身进化而来的 而且有一个最重要 还很多人忽略的现实 纽西兰没有野狼 由于地形孤立的缘故 纽西兰南北岛是没有大型走兽的 连这样的生物啊 在纽西兰都已经算是食物店顶层的烈食者 你就知道 美丽诺绵羊的羊毛 是为了抵御野狼的攻击 这样的说法有多么的荒谬 不过 虽然抵御野狼的传说是假的 但是美丽诺绵羊 确实也缔造了一个 很多人都看不懂的传说职业 伏羊人 传说 纽西兰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职业 伏羊人 这个工作的任务 就像它的名称一样 伏羊 不过羊这个动物 好好的 干嘛需要伏呢 的确哦 正常的状态下 羊的确不需要人类帮忙 但是 如果到了下雨天就不一定了 据说 每到下雨天时 由于羊毛会吸收大量的雨水 再加上纽西兰的美丽诺绵羊 羊毛长得特别快且茂密 所以整身带水的毛 会直接压着绵羊 瘫岛在地上起不了身 此时 伏羊人的工作就来了 他们需要在雨天时 快速的找到这些瘫岛的绵羊 将他们扶起 并抖掉身上的雨水 带回农场 拯救他们的性命 所以身为一个伏羊人 拥有强壮的手臂 还能把羊轻松拖起来的力量 是基本的 同时 由于放牧的地点 往往浮远广阔 所以在以前 你想当伏羊人 就必须懂得如何骑马 迅速的找到遇难的绵羊 马术的水平不能太低 不过到了现代 据说一些大型的牧场 会直接使用直升机 更有效率的找到绵羊 碰到受伤的绵羊 可能还需要动用上绳索与担架 用直升机将绵羊带回 网络上有相当多 对此职业的描述 你觉得 这个传说中的职业 真的存在吗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实地去摸过羊毛 除了没有想象中那样蓬松以外 反而还有一点油油的 那个油 其实是羊毛分泌的羊毛质 有一定程度的防水功能 所以正常大小的羽量 是不会马上对绵羊造成威胁的 不过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在雨中的绵羊 它们会像是被点穴一样 站在雨中不动 那个画面 就像是按了暂停键一样 虽然很诡异 不过它其实是有点像 是它们的躲雨方式 羊在雨中站着不动 是为了让雨水顺着毛流下来 减少自己被打湿的面积 然而如果碰到大雨 绵羊是不会傻乎乎待在那等死的 还是会移动寻找遮蔽的场所 当然如果是碰到相当大的暴雨 那真的可能会限制住 绵羊的行动 对其性命造成威胁 可是这对其他动物 甚至人来说也是 为了了解这个职业 我有特地询问 我住在纽西兰多年的朋友 根据我住在纽西兰的朋友表示 他从来没有听过 抚养人这样一个职位 虽然在暴雨中拯救绵羊的工作内容 应该是有的 但发生的次数应该相当少 其实有 也只是牧场管理员 或职业牧养人的分内工作 尤其是在纽西兰这样一个 急缺劳动力的国家 不太可能会为一个 一年出动不到几次的工作 设立一个专门的职位 同时前面提到 开直升机去救绵羊 他也认为是比较夸张的 至少他是没见过的 事实上 一般健康的绵羊 零零小雨并无伤大牙 大雨时 他们也会寻找庇护所 牧场要做的 就是在附近建造遮蔽的场所 比较需要注意的 反而是原本就不健康的绵羊 或是刚出生的羔羊 由于他们本身比较脆弱 大雨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压力 可能会让健康情况恶化 例如失去热量 体温过低等情形 因此 下雨对绵羊来说 并不像网络上所说的这么危险 我在国外的文献里 也没有看到下雨会让正常的绵羊 因为身上的毛太重 无法移动的说法 当然 你说那些多年没出毛 光是羊毛就几十公斤重的绵羊 可能就是特殊的例外了 不过至少 在每年固定会剔除羊毛的牧场里 这样的情形不太会发生 所以 我认为 扶羊人这个职位 是虚构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络上之所以会有扶羊人 这个传说职位的说法 我后来调查 很可能是因为一部台湾的电影百日告别 剧中对这个职业有相当浪漫的描述与说法 所以才会让扶羊人这样的传说在网络疯穿 不知道你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请给我个订阅 同时不要忘记观看有趣的会员影片 现代人文之色变的老鼠料理哦 我们下次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想给小王更多支持 让我创作更多优质影片的话 欢迎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里面有更多关于我的秘密 资讯栏下方 也有小额捐赠的银行账户 欢迎各位打赏支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